最近两半发了新的教育体系指导意见 其中就有一条明确要求了 发达地区不得从中西部东北地区 抢挖优秀的校长和老师 这个政策乍一看很好 优秀教师是稀缺资源嘛 都让东部沿海城市抢走了 那贫困山区的娃喝西北风 但仔细看还不如乍一看 首先这条政策看似是照顾了 欠发达地区的孩子 但对老师来说不太公平 你说我在山区教书十年 好不容易混成了优秀教师 这时候有去北上广发展的机会 那是好事 现在你把这个路子给堵住了 也就意味着欠发达地区的教师 无论干得好还是不好 都难以去发达地区就业了 那它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比如躺平了 反正在这教书教得再好 也得老死破现成啊 那还不如玩玩手机摸摸鱼 再比如啊 青年教师在就业的时候就会有顾虑啊 这怕是不能去山区了呀 去了回不来呀 那最后大量的师范毕业生压根就不敢往农村跑了呀 这就好比池子里的水啊 你说我把管子一堵 它就能一直有水 但最后的结果可能是 池子的水失去流动性臭掉了 甚至彻底干了 古人云啊 问取哪得 这个轻如徐 唯有拳头活水来呀 真正的做法是提升偏远地区的教师待遇 不仅能主动留住优秀教师 还能吸引外来的优秀教师呀 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呀 大城市天然更吸引人才 它的医疗啊 交通啊 公共服务等方面都远比欠发达地区要强得多的 不管哪个行业的人才都想往北上广跑 毕竟你在老家干教师一个月两千 去北京一个月两万 这就是最硬的理由 所以想要人为干预这种现象 你得给欠发达地区更好的政策吧 比如我们熟悉的一个边疆城市 霍尔古斯 这地方按道理没人想去的呀 为啥大量公司往内跑呀 因为它能避税呀 这就是政策优势 那站在教师这个行业来说啊 欠发达地区能更好的获得编制 更好的平讲平优 甚至说想获得编制必须有山区教书履历 你只有这样才能让好的教师往农村跑吧 才能给欠发达地区源源不断的注入活水呀 相反单纯的禁止优秀教师往发达地区跑 本质上是堵住了落后地区老师的晋升通道 最后的结果就是落后地区压根就没有优秀教师了 另外咱说句良心话 所谓的优秀教师在不同地方的定义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我以前的中学教师 平生最擅长的教育方式 就是一个字打 把叛逆少年打服了 把逃课的学生打回去 把原本会在流水线上混日子的农村娃 揍到了大学 你说这是好老师呢 还是坏老师呢 河南山东这些高考大省 他们教出来的学生 分数远高于北京老师教出来的学生 但是升学率却截然相反 你说谁更优秀呢 在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情况下 谁是优秀教师 我们都很难判定 那还谈什么分配呀 其实你把北京的优秀教师放到中西部山区 他未必能教好那里的孩子呀 教育资源不平等的本质 其实是贫富差距的延伸 不解决这个本质问题 任何手段都会显得无力 更何况禁止优秀教师流动 这件事本身就不合理呀 当然就不要指望 这种措施能带来什么积极影响了呀